今天中国牌鞋是公布了中国女牌参加巴黎奥运会的13人名单 那么12人的正选名单的话 很多球迷之前已经预测到了 反而是这个替补的球员让人有一些意外 但仔细想一想的话也不难理解 毕竟像我们主攻位置上现在的几个球员 朱婷 张朝宁 还有吴孟杰 之前都有过一些严重的伤病 所以把这个P卡替补球员给到主攻位置上的庄宇山 这样想一想的话也不难理解了 关于替补二传和替补接应的人选 丁霞和郑一新很多球迷都会有一些问号 毕竟大家都觉得丁霞和郑一新在总决赛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个人觉得教练选择丁霞作为替补二传的人选的话 应该还是出于丁霞有奥运的经验 作为一名老将的话 能够给球队在这种关键的场次有一些帮助 同时郑一新作为接应的替补的话 在总决赛的表现的话 可能受到很多球迷的诟病 毕竟他在这个总决赛的这个进攻上面 并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那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有一些是 跟这个和丁霞的配合会有一些关系 那毕竟这个郑一新在这个去年的一些比赛中 和徐晓婷的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30多天里面 希望他和这个丁霞或者是凋零宇之间 会有更好的配合 能够在中国女排的两点攻的轮次上面 两点换三点成功的帮中国女排去度过一些弱的轮次 再来聊一聊主攻位置上王云露的落选 那很多球迷都为王云露的落选感到可惜 但我个人觉得其实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 还是给了王云露很多的机会 那确实这个竞技体育就是很残酷的 有的时候在一两场比赛这个表现不够出色的话 就会在这个教练的心理的位置上面会有一些些的落后 特别中国女排现在在主攻位置上 应该人才是非常丰富的 从纸面实力上来看 中国女排的这个主攻四位选手的这个实力 应该可以在这个世界各个强队中 排到第一名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个人觉得王云露的落选 一方面是这些年他在进攻上 没有突飞猛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另外的话在这个关键的一些比赛中 特别是这个奥运名单公布前的几场关键的比赛上 一传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女排的打法问题 因为中国女排始终在坚硬位置上 没有进攻特别突出的这个选手出来 所以的话就意味着我们的主攻 必须要有这个进攻非常强大的这个实力 不然的话这个三个边攻手 只有一个进攻点的话是比较难打的 这也是导致王云露没有能够再和其他的这个主攻 PK中胜出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名单还是非常合理的 作为我们球迷的话 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这个13人的名单 那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球迷的这个愿望都照顾到 所以既然名单已经出来了 我们球迷的话还是要继续支持中国女排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在奥运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那从这个奥运会的赛程来看 第一场打美国女排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小组前二的话是一定可以晋级八强的 小组的第三名的话就需要跟其他两个组的这个小组第三去PK成绩 那么考虑到另外两组很可能会形成这个连环套 也就是说这个另外两组的小组第三可能会有这个两场的这个胜计 所以的话中国女排最好还是能够拿下美国或者是塞尔维亚中的一场 这样才能够去确保能够晋级到八强 最后想和屏幕前的你一起来互动一下 那么以至这样的一个名单下 其实首发的话应该还是很容易预测的 主攻位置上一般都是朱婷加李莹莹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 然后副攻是袁新月和王元苑 二船是凋零宇 自由人是王孟杰 接应是龚翔宇 那么你觉得中国女排应该怎样去这个合理的调度 或者运用这些替补球员的位置呢 我们一起在评论区